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 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 戒烟不容易 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 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 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 简单一喷 药品急速释放 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 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 除了尼古清神队友 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 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 尼古清戒烟喷雾 用科学方法戒烟 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 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 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 佳安家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区民生动路三段2号10楼 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 尼古清戒烟喷雾 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第3季第4集的SSE训练漫谈 我是廖教练 本集的受访来宾是一位 我以前曾经协助过短期训练的 中文格斗选手 人飘零 在这集第一个小时的中文访台当中 我们聊到了一些关于他的背景 他是怎么来到台湾 他的求学生涯研究领域 以及目前的政治工作 还有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机缘 让他对中国传统武术得到兴趣 学习武术的过程 以及一些中文格斗在台湾的发展 以下请听这期节目精彩的内容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第3季第4集的SSE训练漫谈 我是廖教练 那今天我请到了一位蛮特殊的来宾 他的名字叫做任飘零 但是大家如果有在看综艺节目的话 应该对他的艺名马努比较熟悉 飘零你好 大家好 那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封面的话 可能会觉得说这位来宾讲话的口音有点特殊 飘零可以帮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是哪里人 然后你玩的是哪个运动项目 好 我叫任飘零和马努 我来自瑞士 日内娃的附近 我小时候喜欢武术 所以我就学很多有相关武术的运动 然后我就小时候最早就是柔道 因为我们国家小孩多是去学柔道 跟台湾是跆拳道比较多 对台湾跆拳道很多 我们国家是柔道 所以我也喜欢户外运动 对我们国家是户外运动为主 然后就其他就是足球篮球啊 柔道啊 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问题 我想要请问你一下 就是你的名字到底要怎么发音 我实在是不太会念 我名字叫Emmanuel Emmanuel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他是圣经的那个名字 对好像小时候念圣经有读到这个 他的中文翻译叫做以马内力 对 所以你说Emmanuel Emmanuel对 OK 英文是Emmanuel Emmanuel对 对 那你的姓呢 你的姓也很特殊 那是Em开头加个B 他要怎么发音 那个Em跟B要连在一起 所以那个是你妈妈那边的 还是爸爸那边的名字 爸爸那边的 爸爸那边的名字 是哪一个国家 我妈妈是瑞士人 我爸爸是卡麦隆 卡麦隆 所以你在比赛出场的时候 你戴的帽子就是卡麦隆的国旗吗 哦没有没有 那是 有在听reggae music吗 我记得你的walk out music很特殊 我就想问你是不是reggae 我很喜欢reggae music 那是对 reggae music 就是那个卡麦隆的国旗 也是有那三个颜色 哦 原来是这样子 OK 所以你小时候就是柔道开始 那你为什么会去接触到一些 其他的中国武术 因为我记得你的市集好像蛮传奇的 我在网路上面有看到说 你是先去了中国 比如说少林松山什么地方 有学一些传统的东西 到后来才到台湾的 可以稍微简介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吗 哦那很简单啊 因为跟小朋友一样 都是看电影长大 所以我看那些春龙 原来是怎样 香港的电影 武侠电影那些 看很多电影 我就我想学这个武术 这个中国武术 很特别 所以我就慢慢有一个梦想是 我要去那些武当山啊 少林斯啊那些地方去学船 所以我是后来大学毕业就去了那些地方练习 所以你就是把自己准备一个Gap Year这样子 哦对对 了解 那在所以刚开始就是柔道 所以你最先接触striking的东西就是中国功夫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我们那边是很多的是泰国拳 哦 了解 对所以我小时候就练乳道 后来 呃 选那个 摩泰 摩泰是不是在欧洲蛮盛行的 对对对 那跟荷兰的Kick Boxing的赛事规则上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哦 Kickboxing跟泰国拳最大的差异是它的风格 嗯 它的风格 它规则当然也有差 但是风格主要是泰国拳它是比较 啊 喜欢这个泰国的打法 嗯 啊 它残暴比较多 哦 啊 西装走急比较多 而且我好像 风法比较比较没有像Kickboxing那么那么发达 哦是这样子 步法也比较慢 啊泰国拳它有它的泰国那边的节奏 嗯嗯嗯 呃 泰国拳非常好看是两个选手都是打同样的 嗯 这个泰国拳那个风格就非常精彩 那如果有一方是打Kickboxing 嗯 或是散打啊 另外一方是打泰国拳 那个就不太一样 感觉上面比较不太一样 不一样 因为它的节奏 嗯 那打法都不同 甚至我好像有听说泰拳的比赛是四个回合吗 好像每一个回合的裁判给分的权重也不太一样 泰国拳有五个回合 五个回合 五个三分钟的回合 嗯 啊第一回合是热身 第五回合也是收场 就第一第五基本上没有在打 二三四 这是真正是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OK了解 所以不懂这个文化的人可能会第一回合就火力拳开 然后他对手会很不喜欢他这样子 对没错 没有泰国拳真的是一个风格一个文化 嗯 对对对 了解 难怪有那么多泰拳的教师对于他们的文化底蕴传统是很坚持的 没错没错 欸像我我们那边学学拳也是大家都想体验去泰国学这个拳 嗯 所以我我去啊我我我就是去泰国学了这个泰国拳 因为我我在瑞士那个那个师傅他在泰国住了很多年打了很多职业比赛 嗯 所以他打法是非常泰国的 嗯 所以我我去泰国练习欸我跟那些教练就很合得来 嗯 就练得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哇你参宝都很会 因为一般外国人是比比较参宝西装手机比较差一点 OK 都是比较像Kickboxing圈好 了解 对 啊泰国是比较主动这个呃残宝的技术 所以如果是Kickboxing比赛的话残宝会被裁判中止吗 残宝呃Kickboxing要要看每每个联盟的规则不一样 啊有一些联盟是蛋手可以抓 哦 对蛋手可以抓双手不能抓 OK那就跟泰拳完全不同了 对对对 泰拳的爆发很多就是双手抓着紧后这样子 对啊有些联盟是不允许西装头 嗯嗯嗯 啊Kickboxing一般都是不允许走机 OK了解 因为走机的话我是觉得 问题是很容易开 开流血啊 嗯比赛会停止 所以对对对 他 所以如果Kickboxing的话你只要脸上有cut 有流血就会终止比赛了 啊如果血止不住 OKOK了解 对他一般是先会用泰拳 看能不能止住这个血 啊如果止不住那就终止比赛 OK 所以很可惜啊 就是有cut 那比赛本来就很精彩 嗯嗯嗯 那就对 所以你是先去中国才去泰国吗 还是流程上是怎么样子 啊对对对 嗯对 那在泰国训练的那个gym是什么名称 是Tiger Muay Thai吗 是你那个时候那个朋友同一个拳馆吗 哦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很多人不懂这你要练泰国拳 泰国很多拳馆都很厉害 嗯嗯嗯 因为他们在泰国练泰拳很多拳馆都很好 所以你省份 是有名的 嗯嗯嗯不一定 因为他们泰国很多比赛 每每个小地方都有在办比赛 嗯 所以他他选手很多 所以每个小拳馆都有厉害的 所以你正式开始在比赛是 上大学以前就有在比还是 没有没有 小时候就有参加了 呵呵呵 就是小时候就柔道比赛比较多 啊我是小时候先柔道 后来学泰国拳 嗯 后来我再去学中文武术那些 哦 ok ok 啊小时候小时候有有在比赛 嗯嗯啊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是 我我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大概高中吧 嗯我们会就是会喜欢就是蛋条 嗯那时候就就可以就是我弟常 综合格斗比赛就是在蛋条 嗯嗯嗯嗯 他不是不是打架啦 是正正是比武啦 可以说是比武 了解 是呃我在练我的啊 对方在练他的 那我们看谁技术比较好 所以对我中小就喜欢对抗 比武 嗯嗯嗯嗯对 那正式以中文格斗的规则去比赛 去参加比赛大概是在你什么时候的时期 哎那那是我在台湾 对 我已经在台湾的时候 我已经在台湾 因为呃我后来就是呃我学权我都是比单向的比赛 嗯嗯 后来我在台湾再有机会去去比这个综合格斗的比赛 但是你来台湾主要是为了念书的原因吗 呃对 呃对 后班毕业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很辛苦很辛苦 简介一下你的科系和你的做的题目可以吗 呃对我来台湾读那个冬季系 清化大学冬季系 啊我我我喜欢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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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教学的方向去进行你的工作 对对对 因为我的兴趣 我工作的兴趣是在于做研究 对我很喜欢做研究 我相信这个东西对你一定意义很大 但是这是绝大多数 不管是看综艺节目的朋友们 还是对于无数有兴趣的朋友们 都是比较不了解你的这一面 因为我们国家文化是说 你要上班是你上班下班之后 你有一个业余爱好 所以其实瑞士人 他们有很多很厉害很发达的业余爱好 对真的想不出来 就是有你 我之前工作有个朋友 他是飞飞机 他有空就是飞那种小飞机 还有一些是跳伞 还有反正攀岩 还有那种缩席 那都是不是说周末去玩一玩 是真的是很厉害的那种 我可以想见 还有运动员 像我中小一起练的 有几位有去参加大型的比赛 奥运会啊 有世界锦标赛那些 都是有上班的 然后就晚上运动 然后就每天这样还可以去参加奥运会 可以去参加大型的比赛 所以我是觉得人生要平衡 你的业余爱好跟你的工作 以台湾的文化和台湾人的习惯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 因为台湾上学的时间真的很长 太长了 对 真的太长了 因为我是觉得人生有很多地方是要尝试体验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不要一直为了就是单一的一方面 那你在台湾开始参加中和格斗比赛 为什么会选择中和格斗 你觉得这项运动最迷人 或者是他最吸引你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从小就是喜欢中和格斗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就是单向的 练单向的 我觉得这个动作 如果人家打你 你用不出来 后来我就 如果你走到 如果这时候人家打你 你怎么办 后来我打太过拳 我说那这时候我可以甩你 那你怎么办 所以我去学中和武术 中和武术其实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中和格斗 因为它中和武术没有分 你可以甩你就甩 你可以打你就打 对你可以拿你就拿 它中和武术它没有分得很清楚 希望柔道 这能甩亚支 锁关节 做相符 就是因应比赛要公平 做衍生的这些规则 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 其实中和格斗 它的规则是最开放的 所以你可以发挥这个武术这个精神 你好用的你都可以用得上 但是最开始中和格斗也是以无规则格斗 这个名义去推广 慢慢的它也开始有一些 比如说不能抓头发 不能戳眼睛之类的 这些规则出来 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一般看比赛的迷索 不知道它的限制 没有没有 这个本来你不可能完全是无规则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完全无规则 那就是打架 那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它刚开始是规则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受伤 而且很难推广 因为你一般比赛 你需要申请这个许可 OK 你那比赛那么残酷 大家都受伤 就后面没有人家自己 地区的一些政府单位 对啊 或者医疗的方面 你那个比赛没有办法推广 你只能 这是小型的比赛 你要推广 你只能运动化 运动化 那你要有系统的规则 对 所以刚开始有穿鞋的 有些可以穿道跑的比赛 慢慢的这些东西都被视为 武器不能使用了 是这样子吗 对 你就是 因为你运动化 你的东西会越来越细腻 你这个项目越来越细腻 然后你会发现 好用的技术 不好用的技术 对 但是像有一些 你提到好用的技术 就会让我有点困惑 比如说有一些打击的方式是被禁止的 那个12-6 elbow是第一个 垂直性的走击 那个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这个规则 其实是不合理的 所以很多裁判是不会抓的 因为 哦这样子 实际上它是一个不合理的规则 你在选择攻击角度的时候 很难去避免 因为这是一个本能会做到的 没有 它这个规则很笨的 它定义是 因为它觉得 这个朝下 这个打这个走 其实威力太大 因为有一些那个空手道 它可以这样 劈那个 好几层的砖块 就这样子破掉了 所以 就是这个 这个完全 不合理啊 你这个比喻 太奇怪了 那个技术很好用啊 这个走击 如果是对方以摔脚 想要情报你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反制 哦对啊 当然 所以我们讲到了 就是12-6 elbow嘛 垂直走击 这个是被禁止的 还有另外一个 是在地面的时候 不可用 这个我比较不太理解 因为 他是说对手倒地的时候 你不能吸击他吗 还是怎么样 哦好 那 因为对手在地板 你吸击 可以到身体 但是不能撞头 哦不能针对头部去做 但是那个要看 每个联盟啊 都不一样 啊 但有一个东西叫 Unified Rule 就是UFC 跟 比较多联盟用的规则 Unified Rule 那是 地板是不能 周级的 吸击到头 嗯 因为那个威力太大 嗯 会就是会脑震荡了 所以相对 相类似于这个威力太大 而被禁止的是 Soccer Kick 足球踢 Soccer Kick 也是威力太大的一个动作 以前是 那个1FC呢 常常有 哦真的 好像后来 那个规则是改掉了 嗯 那跳起来在空中 用踩的 这个也是 之前是那个Pride的 很多那种环境 日本那个比赛 对对对对对 很像职业摔角会出现的场景 因为他那时候 他的规则是非常开放的 他还有可以投 可以投锤 哦 可以撞投 嗯嗯嗯 那撞投那个 对柔术选手非常不利 对对对 可以想见 因为你在下位的话 人家用投锤你 然后你就很麻烦 而且也可以想见就是 其实投锤的攻击方 他自己也会受到一些脑部的冲击 他不见得是 只有对手会受到伤害 对 相对来讲 但是我要说一句 你知道泰国拳摸泰 嗯 啊你知道面殿拳吗 面殿拳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没有听过 面殿拳 有点像泰国拳 嗯 但是他绑那个绳子 哦 他绑那个类似受绑带 嗯 他这次绑一种绳子 他 他没有拳套 那他可以偷锤 OK 残暴可以偷锤 泰拳是不能偷锤 嗯 所以呢 技术会差非常多 哦 因为你泰拳残暴 你就是仿周级 嗯 跟西装嘛 嗯 啊 头你就没有再防 但是你打面内拳 你要防那个头 OK 所以你的动作会变 嗯 所以我 我想要说的是 你的规则会 决定你的技术 嗯 那像你是柔到底子的选手 你会不会对于 比赛的计分方式 比如说takedown的 给分 或者说striking的给分 你有没有什么 比较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像 我会觉得说 呃 如果是在现代化的擂台 或八角龙里面比赛 地面有防冲撞的 所以 好像把人家摔倒 或者是 呃 半岛这个只是 产生比赛 进行一个有力位置交换的过程而已 但是如果这是在一个 譬如说硬地板上的话 摔下去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攻击 对 你讲的 没错啊 这个 如果是在 很硬的地上面摔的话 是一个 对 破坏力很大 当然 戈斗赛当中 我们看的是 有没有把控制对手 嗯 那你把他摔倒 他马上爬起来 这个摔机也是示威无效 哦 这样子 对 因为觉得 诶 你摔力 你没有控制 啊 你要摔是把人家控制 压制到地板 所以 摔倒成功 这件事情本身不会被视为一个成功的攻击或伤害这样子 啊 要看你是怎么摔 如果是很漂亮的摔法 比如说过肩摔 或者是真的把他的重心有抬高 然后再 这个要看那个积分员 嗯 要看 他们可能觉得 诶 你这个技术很漂亮 说明你 你比较有优势 嗯 啊 有一些人觉得 诶 你这个 这个你没有压制 没有效 啊 要看积分员 积分是另外一个像我们这种全民会很困惑的东西 他到底是怎么给分的 一刚开始我以为是 这场比赛 他会好像手上拿一个计票器一样 你中几拳 你中几脚就一直点 哦 没有没有 那个是三打比赛有这个 哦 真的哦 三打比赛是有这个 他是看一拳一脚 嗯 摔 他是这样 这个是最公平的方法 但是这个坏处是 这个有好有坏 我觉得他公平的是 他点数是对的 嗯 但坏处是说 他没有酸那个胃力 嗯 可能因为你可能是小拳小拳 啪啪啪啪 碰到而已 对 但没有 没有破坏力 嗯 所以这个有有好有坏 啊格斗是主要是看伤害 嗯 看你哎你这个动作会不会有早上伤害还是就是点 所以格斗一个回合的给分好像是十分为基础是吗 嗯 这个是雪群起的 嗯 那这则是十分是赢了吗 啊 九分八分七分 要看 十比九 十比八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裁判主观裁决的东西 对 十比八是真的是被揍了 嗯 是完全被揍了 十比八 嗯 一般是十比九了 所以十比九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意见分析这样子 有 是可以去讨论的这样 嗯 没有 是 对 十比八是完全是被揍 就是说你 呃 没办法有效的去保护自己 嗯 那就叫十比八 十比九是说 有一方是 有优势的 啊 一方是有瑞士 那是十比九 了解 一般是不要给十比十 所以有时候会很麻烦 两个 两方都是差不多 嗯 那就 就很难 很难分 因为 有一些裁判会给一方十比九 有些是给另外一方十比九 裁判和评分员这两个工作是一样的吗 因为你有在当裁判 裁判是在场内的那一位 场内那一位 他就是保护选手 他没有在 在 在 看谁赢谁赢 他就要保护 保护选手 所以他的功用是确保 这些规则有被公正的遵守 然后如果是比赛出现了 类似KO或TKO状况 他要适时接入去终止比赛 对 那 接入比赛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因为 综合格斗裁判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嗯 啊 接入的时机 要很 要很准确 因为 嗯 你太早接入 人家 诶 我在打 你怎么 打我喊停了 你怎么把我喊停了 我这样我输掉了 嗯 我还可以啊 啊你太晚 人家会受伤害 嗯 对 所以 嗯 那个 那个 裁判是要有经验的 算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这样子 对非常重要 因为有 曾经有 好像有 有 有选手死亡 嗯 就是因为裁判太慢进来 综合格斗规则的吗 有 对 哇 嗯 好惨 对对对 因为 太慢进来 还是有 也有一些是 因为裁判太慢进来 就 选手就 严重的脑震荡 嗯 或失明啊 什么之类的 这种 不可逆的伤害 对啊 因为你 你 人家一直被揍 他没要 没要 防 你裁判就要进来 那么以综合格斗来讲的话 好像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讨论一个选手 说他最擅长的 战 风格 或者说他的武术背景 所以如果是 呃 你会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描述你自己的 战斗风格 你会是比较以 grappling 强项的选手还是 没有 其实 因为我 我小时候 呃 又学两个嘛 小时候又学这个柔刀跟太过拳 嗯 所以我从小就习惯 诶我可以摔 我可以打 嗯 我可以地板 所以后来我学中文武术 中文武术也是很开放的 中文武术就是你 你 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啊 后来 对 所以我 我是 觉得我 我要看对手 嗯 我如果是 觉得他 打击很厉害 那我就摔他 嗯 啊 我就会觉得 诶他地板太厉害了 我 我就跟他不要 玩太多地板了 这件事情 我看你的一些比赛录影 我有看出来过 但是好像 你在台湾的 比赛的评论员 好像都会介绍你说 你是一个比较以摔法为 擅长的选手 没有 因为摔法是最安全的 哦 如果我可以摔你 那我摔你是最安全的 因为你在地板里面要 对我造成伤害 嗯 你有办法啦 但是 伤害会 比较低啦 像因为 如果我们 然后互相换拳 那个拳道是很薄 嗯 因为我平常对打 你有时候 即使你 比人家厉害 你对打 还是会挨到一两拳 对对对 战利器的时候 它比较能够去旋转身体 可以脚 可以蹬地 它的威力会比 在地面打起来的大 没错 所以还是会挨到拳 嗯 即使你比人家好很多 你还是会挨到拳 嗯 所以呢 我觉得拳道那么薄 嗯 我如果摔比你好 我摔你 我就 我就比较安全嘛 技术性的去赢得比赛 因为我 我 我摔你 我压你 你 你发挥不出来 那个威力嘛 嗯 我就 我就很稳的可以 可以 赢比赛啊 就很简单 但是这个打法 很多人觉得很无聊 不好看 对 真的 不会看的人会看不懂 对啊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 比较安全的打法 嗯 啊 当然 可以可以选择跟人家拼拳 嗯 但是 这个风险就是说 哎 你有一拳漏掉 就被击到 拼拳的打法 以比较门外患的观众看起来 都会觉得比较精彩 比较精彩 比较好看 跟大家所熟悉的动作电影比较像 没错 如果是在地面互相争夺 优势位置 在互相情报的时候 有时候看不懂 就觉得小孩子打架嘛 可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中文武术最 最迷人的地方 因为真的 回想 我们国小时候 去跟人家同学起争执啊 真的打起来 最后都是在 滚在地上结束的 几乎没有任何 真实世界争 都是可以 不用倒地的 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每个民族 传统民族都有一种 传统甩脚 嗯 一种角力 嗯 世界上可以看 几乎了 几乎了 每个民族都有传统的一个 甩脚 这是 就是很基本的一个 一个比武的方法 嗯 而且是 比较 像以前他们打拳 可能没有 保护措施啊 他拳套 没有那么发达 那很容易受伤 守自己的手很容易受伤 还是对方 对方 守 反正 就会受伤嘛 嗯 你拳头 打脸啊 就会开 嗯 对吧 所以 摔是一个 一个比较 很 相对安全 可以分出胜负的方式 对的比武的方式 嗯 所以 呃 甩脚是 我觉得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 一个武术啦 那讲到摔脚 他跟柔道的摔法 应想必要差很多 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没有 柔道就是一种 甩脚 哦 所以你会认为 他是摔脚的一种 柔道是一种摔法 嗯 他是一种 一种摔法 我 我是说摔掉是角力 就是 嗯 那个这个运动 把人家摔到地上 嗯 压制 因为每一个 每一个民族都有 他自己的 像中国有中国教嘛 嗯 对啊 啊 你看 呃 在非洲有 也有传统的角力 哦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在很多地方都有 在中亚 日本有乡铺啦 日本啊 对 蒙古啊 反正很多很多地方 都有自己的 印度也有啊 嗯嗯嗯对 前阵子很红的那部电影 叫我的冠军女儿 哦对 自己电影非常好看 嗯 韩国也有啊 反正很多 每个民族都有 几乎人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基本的反应 如果压你在地上 你就很 你就没办法 没办法去 使 就发挥这个 嗯 圈奖 啊后来 柔树 柔树来了 嗯 柔树那就是 地面的 地面积 那很多人 像你说的 他们不懂 这个技术 所以他们觉得不好看 嗯 但是如果你有学过 你 你在 你在懂 他们在做什么 嗯 对 就 就 就比较有意义了 但是相对来说 那种运动是比较难推广 你知道 你看那种 相符赛啊 就柔树 grappling 嗯 那些 或是 比较 比较难推广 像 呃 拳棋啊 踢拳啊 就很好推广 因为 很精彩 对 因为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懂 你知道他们在打架嘛 对对对 看得出来 对呀 但是柔树啊 或是柔道啊 呃 角力 那些 你没有学过 你看不懂 那时候不是 奥运会说 呃角力 可能要 可能没有了 我好像有听过 这些 这个消息 他是奥运 现代奥运最骨干的项目之一 这个是 希腊古典奥运 对呀 这个是不可能没有的 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东西 对 因为 那是看钱 因为 太少人看 嗯 对 比较冷门 对对对 因为你要看这个比赛 你要懂 嗯 你不懂你觉得不好看 对真的 所以在大家在讨论现代的综合格斗在讲 呃 比如说 single leg double leg 这种takedown的 所谓的wrestling 他是 以 奥运规则的摔脚来说的吗 呃 奥运 奥运规则 它有两种嘛 它有 Greco Roman 还有freestyle 哇 这个我不懂 呃 好 说简单 那是 Greco Roman 不能攻击脚 哦 腿 OK 腿 不能抱腿 不能抱脚 所以就只有上半身躯干 头颈部的攻击 上半身躯干 也是 也跟柔道不同 因为你不能挂脚 嗯 不能勾脚 OK OK 不能扫脚 嗯 啊 freestyle freestyle wrestling 它是 你 什么技术都 几乎都可以用 嗯 但是 它地板 它是压制 它没有降伏剂 嗯 不能降伏 嗯 对 OK 所以我们知道的 有降伏剂的这个 战斗风格 比较是属于叫做柔术的这项运动吗 对 降伏剂是从 是从 柔道 柔术 三伯 嗯 那些运动来的 三伯是 呃 俄国的吗 三伯是 呃 三伯是俄罗斯的 但是它是 呃 俄罗斯 嗯 风格的柔道 可以这么说 哦 但是后来 他们有做一个 比柔道还 还实用的一个项目 嗯 因为他们 呃 就是 加了一些 他们自己觉得一些 很好用的招式 然后它规则 比柔道还开放 所以是加入了striking 打击类的 没有没有 它有两种 它有一种是combat symbol 是格斗 嗯 它有一种是摔 OK 但是它的规则 比柔道要开放 嗯 所以可以看到柔道的动作 也可以看到 呃 freestyle wrestling 角力的动作 哇 那真的 也可以看到他们自己 有特殊的动作 还有相扶肌 所以它 这个运动 sambl是 很 很开放 所以你从sambl 转MMA很快 哦 这样子 从sambl 学综合格 都是非常快的 嗯 因为很多东西 你一定都会 了解 对 节目至此 在这边先向各位听众 做个呼吁 好的节目品质内容 需要大家的协助推广 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所以如果这是您第一次 听到我的podcast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帮我在 你所收听的平台 进行按赞 留言 追踪 或订阅的动作 我们有官方的IG 以及脸书账户 有别于一般经营的方式 我的IG和脸书 这两个平台上面 所放的内容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彼此是不会重叠 除此之外 也可以在YouTube频道上面 搜寻SSE Interaction 可以找到一些 关于训练动作方面的 示范 这是集合了一些 我对于学生教课内容的说明 以及最早先的SSE训练漫谈 其实最早先的这系列节目呢 在Podcast系列推出之前 它是用影片的系列呈现 有一些其他的优质的访台内容在里面 欢迎大家前往参考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 我们的官方网站 ssetrainingtalk.com 在官方网站里面 有所有单集的详细内容介绍 show note以及每一个节目 逐段时间的重点提示内容 欢迎大家前往参考 以下我们继续节目收听 那我们聊一下你的格斗生涯好了 因为当初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是一位你的朋友介绍 说我有知道一个很厉害的中格格斗选手 他目前是业余 他想要转职业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 就是他告诉我 还是你当时真的以职业选手为目标 没有没有 其实有一个误解了 职业选手 因为我打职业赛 但是我不能说我自己是职业选手 因为职业选手是说 你靠这个吃饭 对 所以我打职业赛没错 我不打业余赛 但是我不是职业选手 因为我有工作我上班 了解 我没有靠比赛生活 那么职业选手 应该说这样讲 职业赛和业余赛的差别会在哪边 差别非常大 差别在于规则 还有这个水平 水平是一定的啦 水平差很多 规则也差很多 规则面比较容易 一般人能理解的像什么 每一分钟 每一回合的分钟数一样吗 不一样 像我们在台湾办的业余赛 是一回合三分钟 三回合 规则是没有 我们没有走机 台湾的业余是没有走机的 没有走机 然后西装不能装到头 OK 对 还有很多相扶剂是不能做的 业余赛有些相扶剂是不能做 还有裁判接入的标准也降低了 所以我们业余赛会看 就是以安全为主 所以就觉得 他不行 我们要赶快进来 跟职业赛不一样 职业赛会再给多一点时间 对 业余赛会进去 还有相扶剂有时候 裁判觉得你防不了 他会进来 职业赛你没有拍 没有投降就是比赛继续 对继续 除非你对 失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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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会进来 对 所以你在台湾开始接触综合格斗 你大概记得你总共打过几场比赛吗 你的胜机和败机分别如何 我打职业赛就是 因为比赛不多 我就打了四场职业赛 在MMA综合格斗打了四场职业赛 我三场赢一场输 对 你现在还有在针对这些比赛去做积极的准备吗 我知道你每周都还在训练 当然我一直都在准备 因为我很期待比赛 我很喜欢比赛 我很喜欢对抗 但是我最近没有什么比赛 所以都是在正能准备 但有通知再去比赛 上一场的WOTD 你是以裁判的身份参加赛事吗 对不对 对因为我业余赛我都会当裁判 OK所以上一场是业余赛 对 OK 已经很久没有职业赛了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你职业赛的话 因为它的规则是 格斗的话一定会有量级的分别嘛 所以如果像因为中和格斗这一项运动在台湾 毕竟还不是那么的热门 所以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说今天什么时候举办一场比赛的我想参加 但是我这个量级的人没有人报 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他们职业赛它是有两种 它有一种是竞标赛 它是你一直上来上来 可能一天打机场 但是那种是很早期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都是match 但是它是配赛 所以他会找一个跟你差不多的选手 实力差不多 所以是会以赛会去主导这个matching的进行吗 对对对 但是他当然是有体重 体重要打标才行 体重打标之后 他就觉得这个跟那个 有时候常常取消 因为综合格斗训练很辛苦 有人会受伤 对 所以受伤退赛 有很多都是赔不到 但赔不到对手 就没有比赛 那以台湾而言的话 主要在做这种matching的工作 会是哪一个赛会或哪一个协会 他就是那个CTMMA CTMMA 所以WOTD也是他们主导的赛事 对对对 所以裁判的受训 或者是选手的一些培养 都会在CTMMA的规则底下 由他们去主导去组织 对没错没错 他们CTMMA 他们非常专业 他们我觉得是台湾 选手的 有这个最好的平台 这个CTMMA 因为他这个比赛这个 专业度跟职业赛 是一样的 然后他可以打一个业余比赛 然后他有职业赛的这个 专业度这个质感 是不错的 我看WOTD的赛事 他的组织做法好像跟ONE CHAMPIONSHIP很像 对因为裁判长 他是ONE CHAMPIONSHIP的裁判 哦这样吗 对对 曾宇哲他是ONE CHAMPIONSHIP的裁判 他在ONE工作很多年 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有办法简介一下这个WOTD赛事 他总共有几种比赛规则吗 我所知道的好像有 好像有 跆拳道也有 嗯 他 他有 我看过他有三种 他有一种是 跆拳道比赛 他有一种是 踢拳 嗯 他有一种是 呃综合格斗嘛 嗯 所以 他是依 综合格斗为主嘛 他会 串插一些踢拳 让更多人可以来参加 因为有一些 抱综合格斗 他底板不会 或是不会摔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 他 诶有这个踢拳的比赛 你就可以来参加 观众也比较容易看懂 哦对没错 说真的 对 所以 还有这个跆拳道的比赛 这个是很好的 不错 因为台湾很多 很多很多脸跆拳道的 对 非常多 所以他这个多一个平台 可以发挥他的技术 我觉得是不错的 说到跆拳道 他的踢法攻击的部位 好像跟 绝大多数其他的武术 我们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样 对不对 跆拳道好像主要是 以脚背去做攻击 那譬如说泰国拳的话 他是以小腿进入 嗯 这个 我觉得 他的节奏 他跆拳道是速度 他速度非常快 然后他 腿法也很准 嗯 所以我 我跆拳道他 呃 在三打就非常好用 三打的比赛 OK 三打 因为三打 我说过是比较得点 嗯 所以跆拳道的打法 因为他 他很快进来很快退出 嗯 所以他们步伐很灵活 嗯 呃 在综合格斗也是可以用的 但是 如果是打泰国拳 那完全不适合 因为那风格差太多 OK 嗯 因为泰国拳比较重视 你的攻击力道 给对手造成的伤害 没错没错 嗯 他没有说 诶你得法 但是 你替我 我提你 看谁比较痛 你觉得出来 真的是 只有铁血两个字而已 哈哈哈 真的很苦 比较痛 我小时候练这个 哇 我觉得我痛了好几年 我觉得 我跟我爸说 练这个太痛了 全身都痛 就没有一次好玩的 都是一直在痛 我痛了几年后来 诶我 后来我比较不怕痛 比较厉害 就觉得好玩 哈哈哈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 你慢慢的就比较不会痛了 原来是不怕痛 没有 永远都很痛 只是我比较 我比较会忍这样子 对 就会忍啊 就是因为有 疼痛是有那个叫什么 有一个level嘛 嗯 你你就可以忍受啊 哦这个疼痛我可以 ok 那你 后来你就给人家 诶人家 你你一下就看出来 嗯 我比较不怕痛 ok 对 那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你现在的工作吗 因为就我所知 你在新竹的一个综合格斗 健身房有在任职 那是你的 没有没有 目前算专辑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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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 那个是就是去 呃 就分享技术了 嗯 对 所以比较像是课做讲师 这样子 对 我就过去教一点技术 分散一件技术 这个不算工作 对 啊我的工作主要是做研究 ok 对 在生能源旁边 现在在哪边 啊中央研究院 ok 所以你也是以中央院的工作签证 留在台湾的 啊对对 ok 我我记得以前在 好像在健身体制能这个产业的工作签证好像有点麻烦 不是很容易得到 没有没有没有可以可以得到 就是要比较大型的那种健身房 嗯 他他这个好像有规定他的收入 哦 有达到多少 这样就make sense 他就可以请外籍教练 因为我我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份工作的那公司规模很小 那个时候老板就有抱怨说我们请不到专业的外籍人士 请不到外籍士 嗯 对对没错 那我们外籍教练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延伸多聊一点吗 因为我发现在台湾交综合的外籍士 好像绝大多数都是巴西人 是为什么 没有因为巴西是巴西 巴西是最早开始就是大量的练这个东西 就是就是骨干的项目嘛巴西柔素 没有巴西他一直都有那个Valitudo Valitudo是综合格斗 哦这样子哦 巴西很早就有这个综合格斗 很早很早 哇 所以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人家说 综合格斗就是Great Sea Family 为了什么什么然后去 没有在巴西他很早就就是在打这个综合格斗 OK 很早 后面是那时候是那个柔素跟Luta Libre Luta Libre是巴西的相辅角力 哦 跟巴西柔素那两个每次都是对抗 有时候是那个Luta Libre会赢 有时候是那个柔素会赢 他们每次都是这样 还有巴西的摩泰就是泰国拳 他们三个都是一直打打打这样 所以是巴西的民族性比较属于战斗风格的 所以才会武术会被他们发扬光大 没错没错没错 因为Jujitsu这个字应该是日文吧对不对 日本话 对是从日本到巴西 呵呵呵 因为不是好像是世界上日本一名人口最多是巴西吗 嗯嗯 好像是 我好像 日本人最多除了日本 除了在日本好像在巴西 这个我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我听说的故事好像是Gracie family 他们的教练就是日本人 他们是 对因为就是20世纪开始很多日本移民巴西嘛 OK 所以对 所以他们有学柔道 然后他们Gracie他把那个柔道改为地板为主了 嗯 对 那么柔素的这个方面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 是练重的格斗以后还是以前 嗯 柔素 还是对你来想那个就是自然就是柔道的情绩 没有没有没有 他柔素的情绩非常细腻 嗯 非常细腻 他柔道的情绩 嗯 没有柔素的情绩那么细腻 他柔素的情绩是非常非常厉害 对 因为规则的关系了 因为柔道规则是地板的时间没有很长 哦所以在地板上一段时间一定的时间以内没有分出明显的身负就会被中止然后站起来 所以就是在练柔道的喜欢练地板会练地板比较多 但是都是觉得我喜欢这个我才会练嗯 但实际上我用不太到 哦 所以所以要有一些练柔道有些选手地板很厉害 因为他自己喜欢他有多去练嗯 啊有一些地板不厉害的 因为他觉得这个比赛用不到 比赛的胜负主要是以摔的成功与否为主 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呃 地板的水平有差差很多 但柔素柔素的地板是非常细腻非常厉害 因为他摔法得分就有两分嗯 啊地板你就可以得很多分 所以你在柔素比赛反而是说 你摔比较不优势 OK 就是你摔法优势 但是你分数拿比较少 所以不如不如在地板练 所以 变成那两个两个项目是 他是啊阴跟阳嘛 那有一个是哎 以摔为主 一个是以地板为主 嗯 对 有的时候看到一些以柔素为就是 呃 基本的这些选手在打中文格斗比赛的时候 他甚至好像不需要被人家摔一样 有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在哦 比赛将几乎快要进入倒地洞的时候 他就会自己躺下来准备进入一个防御 只是要引诱对方到地面来作战的那种感觉 有有可能啊就是 但是那那时候要地板比对手强非常多才可以 就是有很好的自信 知道说对对对对 在这边我可以获胜 因为这种你看那种情形 现在是在大兴的比赛越来越少 嗯 因为达到的水平越来越接近 嗯 所以你比较看不到这种画面 对 那么你个人的经验呢 你是开始比这种格斗才去对柔素做转员的吗 呃在我们国家柔素已经很久了 嗯 因为呃瑞士很多巴西人 哦 很多 所以柔素已经很久 所以我我从从小就就就有接触 因为我我练柔道啊 我朋友也练柔素啊 我们常常会会会会比 会比呀 常常常常常常常 嗯 就这样再会再有进步嘛 嗯嗯嗯嗯 对呀我们会比 常常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 但是我我是呃要要打综合格斗就我就更下功夫去练柔素 把它练得更好 嗯嗯对 柔素的系统好像是每一个每一个道馆他的呃 他主持的教练可以自由去以他的认定去给他的段数 对不对 以腰带的颜色去做区分 哦对对 那腰带就是这东西 这有一点有一点政治因素啊 嗯 因为有一点政治因素 为什么 就是说 因为你你发那代 那个 就是你 你可以看实力 你觉得这个学生实力有到 嗯 或是你看他年份 年份 年职练的时间长短 对你可以给 他是有一些就是看他很很就是很刻苦 嗯 一个礼拜来几次真的 你给他 啊有一些就觉得他给到一定程度就不给了 嗯就不不给生 嗯 OK 那我现在在干嘛 啊就 而且他那个色带还要去要有那个柔树联盟 嗯 那个全管还要跟那个联盟挂钩 OK 要交那个什么会员费啊 OK 在你的那个色带才会被认可 所以有资格发啊 腰带发帮你生断的这种啊 必须要是柔树联盟的会员 没有不一定 但是你要这个带是认可的 嗯 世界上认可你要跟联盟挂钩 嗯 所以这个是有政治因素了 但是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我的师傅认可 我的能力现在到什么等级 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 呃像你看wrestling角力是没有带 嗯 对我就甩你 我就比你厉害 对对对 你看你什么带 对对对 看比赛的胜场是这样子 因为像角力是比较讲究那个efficiency效率嘛 那我可以甩你 你甩不到我 对对对 你什么带都没有关系啊 但是无论如何 以练柔树的人来讲 能够得到身段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因为我记得你好像也前不久才身段嘛 对对对对 当然是很开心啊 嗯 因为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你现在是什么颜色的腰带 呃紫带 哇那就是黑带之前的最后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咖啡带中带 OK 中带 紫带以上是中带然后才是黑带 对对对对 OK 没有这个实例是最重要 对对 那个色带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是看实例 嗯嗯嗯 实例是最重要 嗯 像柔道柔道也是啊 就是你是白带 黑带 黑带 然后黑带几段几段 那个段数很麻烦的 你要考那个 你要去练一些格式啊 你要表演那些东西 你从来不会用的东西 对 给人家看 然后你要去上课 哦这样子 你要上那些讲习 集团的那样 然后你 人家再会愿意给你这个 这个 这是很不合理的东西啊 我小时候曾经练过一年的 跆拳道 那个时候也断生过两次 小时候觉得 拿到这个东西好开心啊 长大才发现说 那是干嘛 你干嘛 打一个品试 然后就 而且你看跆拳道 不知道几个小孩有黑带在台湾 嗯 很多小孩有黑带嘛 真的能打的 不晓得这样子 哈哈哈 但是我现在 子带比较有压力 因为我之前 我之前因为我练柔道 所以我没有带 我就拿一个白带去练柔术 但因为 哦 就是 我就 就这样就可以赢很多人 嗯 后来给我懒带 哦 后来现在子带了 现在我就会觉得 哎我现在不能输给白带 哈哈哈 是这样子吗 哈哈哈 但是哪一天 早上已经练过什么东西 状况不太好 还是怎么样 今天就是 哎呀 哪一天碰到一个跟你一样是有柔到底的 他对这些东西很理解 他只是没有练过柔术 那也是 哎不小心人有素 人有素素吗 有乱提吗 对啊对啊 没有啦 就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带是一个备份 嗯 就是你 你可能 就是你 你 练多久 你有一个经验 嗯 那个 那个老师他认可 他给你一个带 我觉得是非常好 嗯 一个传统 就是 这样人家进来 也是一种尊重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啊 training camp 这个东西有有很多看法 嗯 training camp 有有 你看是那种打呢 很大型的比赛 他有training camp 他有时候是 所以说实在就是因为他要降体重 这样子啊 六周的整个camp 就整个集训就只是为了要把我降到可以比赛的体重这样子而已 真的 其实很多training camp 他 因为 他体重 他要降体重 才可以做一个training camp 嗯 因为你说 有些选手 他抱的比赛体重 跟他实际体重 是差非常多 嗯 啊有一些选手真的是很重 他 抱的体重可能 他正常体重可能有15公斤到20公斤 的差异跟他比赛的差异 ok 所以他需要 一段时间去 把体重降下来 嗯 所以他叫 他是说是一个training camp 那实际上如果你 比赛抱的体重 不是要讲那么多 嗯 那 你 所谓的training camp 就是可能 要比赛所以你要去年更多 嗯 然后你 针对某一个对手 你要练的 哪一些技术 就从我知道我对手是谁之后 我针对这个对手的特性去做一些特殊化的准备 没错没错 因为我我刚我刚开始有说综合格斗这东西 不是说你哦你是摔的你是打的 不是是看你打谁 嗯 你摔比人家好 你打比人家好 对 还是他打比你好 你要看你打谁 重点是在那里 因为 对 重点是这个 所以 你看你要跟谁打 你要补充的技术是哪一些 或者是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讲 因为 我最近也开始做一些拳击的学习 那我在自己的现象的时间 我也会练一些T 我也会发觉说 我的拳和我的T 本身就连接不起来 我光这两个东西的站姿 重心高低就有点不太一样 那看了比赛之后也发现说 很多选手出拳的时候 他不见得是为了要打到人 他只是为了让对手去闪拳的动作 去制造一个空档 让他可以抱对方 或者是让他可以去T级成功 所以光这些很多不同的元素要结合在一起 真的就是已经是一个很精彩的 然后需要真的好几年好几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去熟悉的一个运动项目 因为综合格斗他什么技术都可以用 你可以T打摔地板 所以他要把那些技术都放在一起 他不单纯就是T打摔 他是把三个结合在一起 我骗你一个摔我打你 或是我骗你一个拳我踢你 或是我刚你说的 我骗你一个拳我去摔你 他是这样 全部要混合在一起 那training camp是整对说 你那个对手 你要看对手要分析 他可能他的手长度 他的个子比你高 他的拳比你好 还是你比他好 他摔比你好 或是他地板比你好 或是他力量特别大 还是他体能特别好 你要看他的体型 他的技术 然后你需要补充那方面 像我上次的比赛 我上次的职业赛 我知道那个选手他摔厉害 他地板压制很厉害 然后他 上一次是哪一场 一几年的时候 19年 19年 那一场我好像有看 因为 事后有看 我知道他的力量很大 他的地板压制非常厉害 就是起不来 被压到就起不来 就是他会压你 然后你就起不来 你没法打 OK 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这个比赛 就是做很多的是防摔的训练 所以我所为的training camp 就是说 对我来讲 那时候 就是因为我体重不是要讲那么多 所以我 training camp 不是说我要讲 我主要是那时候是很密集 就是 我打他 我就要防摔就行了 因为我打击 我确定我比他好 我确定我打击比他好 所以我就要 我就要能站着 我就可以 所以我 我花了可能两个月的时间 嗯 就是在练防摔 所以对你来讲 你的备赛流程就是针对对手的专门性的准备 但是你整体的体能复合或训练的时间 不会明显加长 没有没有 因为那那你 你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嗯 那你你是说 打那种很大型的比赛 他知道什么时候有比赛 嗯 他有一个周期 嗯 所以他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training camp 啊 那像我们的话 你要你要保持这个训练量这个体力 然后 你要打谁 你看 好那我要补充哪一些技术 很简单 对啊 那好像在台湾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拳管 对不对 你都在这个训练的 你跟着这个师傅跟着那个项目的教练 比如说今天是训练摔脚 明天柔道训练有的时候是进行一些 教学对自己来讲也是个体能复合 那这个部分你是怎么样子去统筹 有时候是自己个人的规划为主吗 呃 因为我我平常就是 我你每个都每个项目都要领导 嗯 你要连拳 连连连你要连提拳 你要连摔 你要连地板 嗯 你要连MMA把它放在一起 嗯 所以呃 有大概四个项目 就是T拳 地板 摔 MMA 所以 这就是四场 所以你最少 就 如果一个礼拜一次 你至少有四场 就四天的训练 对 至少有这个 但是你要每天练 所以你要搭配 有时候可能你要想进步 多一点地板 或是多一点打击 或是多一点摔 你要去搭配 有时候练多一点 对 你要看 体能要一直做 对 所以就是原则来讲 是一天要练两次 就一天你有一个技术训练 跟一个体能训练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你工作生活都是在新竹 但是好像 数值比较高的MMA选手 都聚集在台北 对不对 所以你一周会上台北训练几次 因为我去台北是 去 去UFC gym 找Mario Sembry 他们 还有 Mike Andre 他们几个 就是练MMA 练柔术 对 我可能一个礼拜去 两次 然后有时候我会去 我会去摔角力 去台体 去北体 有时候摔柔道 去国立体大 然后有时候去北体 有时候柔术 在新竹巴西柔术 那是打拳戏 在那个 称德高中 那个 风拳 那真的很多地方 对 还有我有时候去MMA 去我朋友那里 那个 呃 产道会那个空手道 在台中 他是MMA 嗯 他是打MMA 也是MMA选手 所以我很多地方都要去 我常常去 练散打胎拳 在西河拳关 对 所以 呃 在台北西河拳关 所以 很多地方都要去 哇 那大致上抓起来 一个礼拜要训练几个小时 没有没有 因为你要几乎啦 一个礼拜要练六天啦 嗯 然后一天可能练两次 嗯 对 非常非常的密集 那你中间要工作 所以是蛮辛苦的 很可怕 我记得 那个时候 我跟你接触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深刻印象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简单的心肺测验嘛 等一下我们第二段节目 也许会聊更多 你那个时候测出来 结果跟我在带的一些 呃 市民跑者就是在跑 公路路跑的那种选手的实力 是差不多的 哇 关于那个乳酸曲线的反应来讲 而且你还跟我讲说 你 你很讨厌跑步 你几乎从来没有在跑步 哈哈 对对 那个时候我还知道说 哇 原来格斗选手的耐力要这么好 没有 因为你 你格斗 你练那么多 就是 每一项都很喘 对 每一项都很累 对 没有 这个生活模式是蛮辛苦的 因为你练这个 你要到很多拳馆去练 因为像有一些 可能他一个拳馆什么都有 他教练全部都会来 就像你在UFC gym UFC gym他什么都有 对 对吧 但是台湾就是 你要很高水滨的没向 嗯 就很难 但是你要中那种大型的训练营 就泰国有啊 像那个 你说泰国那边 他们请得起 就是很厉害的 嗯 拳击啊 踢拳啊 呃 角力啊 干嘛的 MMA啊 他他有很多很厉害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职业选手 嗯 所以你每一项都有很 很高水滨的选手 嗯 所以你 你就可以住在里面 你什么都有 啊 台湾你要 反正你要去找 对 所以像是你刚刚讲 Mario是你的 巴西柔术的师傅嘛 那如果是你准备MMA比赛的话 你有没有一个Head Coach 或者说你必须要帮自己筹备所有的内容 巴西柔术我在台湾是刘宗杰老师 Jeff Liu 他是教我柔术 Mario也是教我柔术 Mario Samblita教我柔术教我MMA 啊 柳宗杰在新竹巴西柔术教我柔术 对 然后 Head Coach MMA的话是Mario Samblita教我MMA 对 OK 对 然后之前是那个 Florien Giles在 在产大会台中 他教我MMA 因为他 他也是打过职业赛 嗯 对 然后三打的部分 呃 泰拳的部分在协和拳馆 张恩宏那边 嗯 对 所以 但是MMA的话 呃 比较难的是 你要很多教练 然后 对 你要有一个教练教你 哎 你现在 你要练这个 因为MMA 它里面很多小细腻的东西 但像是没有的 嗯 就 就比方说好 你 摔人家 但是你摔跟打 之间 那一个空间 嗯 你 你只有MMA训练才有 就是可能 我抓你的手 但我 我不摔你 我就打你 嗯 对 啊 你的意见 你个人的看法 你会觉得说 每一个项目的教练 彼此之间的认识 是非常重要的吗 还是这个责任是在选手自己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 我的柔道教练 他要知道你的水准在哪边 而且他不只知道你柔道的水准 他还会知道你的打击的水准 和你打击和摔法的这个连接上面 你 他们没有 他们没法理解 OK 你只要MMA选手 有打过比赛 有经验才会理解 嗯 对对对 因为你 你 MMA它是现在是变成一个 一个 独立的一个技术 所以就是 他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分开练 然后尽量放在一起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已经是一个很独立的技术 MMA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 有一些选手可以相扶 在MMA比赛可以相扶 嗯 一个很 可能柔术黑带 他可以把它相扶掉 对对对 他自己没有黑带 嗯 他可以把那个黑带相扶掉 为什么 他其实如果是练柔术 他没有要相扶 他会被相扶 但是在比赛中他可以相扶 因为他有很多因素 光柔术比赛的话 不用担心被打 没错 嗯 所以因为你是 他里面有很多因素 我我记得 我有一场很深刻 我我打那个一场职业赛 我我再压压制对方 然后他用他的膝盖 就是阻止我进来 嗯 然后他用 他从下位吹我 犬很重 很痛 那时候非常痛 我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嗯 他竟然从下位 可以使那么大的威力 我记得前一阵子 我有看一场比赛 我就不讲是哪一场 但是有那个选手竟然从下位 把上位压制的选手KO 对 我我这个就是MM 嗯 这东西就是 独立的MM 就是MM是已经一个独立的一个技术 因为你在柔术是不可能有这种 你在上位你 反正你柔术你就是优势 所以你不会担心那些 在MM你你每个地方都要小心 我看完那一幕之后 我还去稍微 我还去躺在地上稍微试了一下 想说我被着地 我要怎么产生这么大的甩动力量 没错 那一拳才打得上 这完全就是MM 因为现在他证明说你摔我 你在上位你不一定安全 所以他这个是告诉大家说 你可以摔我试试看 你们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甚至之前还有一个更诡异的 就是Column McGregor刚从退休复出之后 第一场 他那个他用肩膀去揍人 肩膀 那我看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 因为我在这个武汉 我学城市太极拳 在那个城市太极拳 他用很多那个肩靠 那时候我就学这个肩靠 那个威力很大 他是在残宝的过程中 他们会喜欢用这个肩膀靠 然后有时候你靠到 这个就是肚子这边 或是这个叫什么 心窝吗 胸骨 胸骨会很痛 靠完之后他就有距离 他就打开了 我看 我还在看Column 在MMA把这一招用上了 这个完全是 这个肩靠 你看 全体没有 泰拳没有 散弹没有 MMA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MMA已经是一个 很独立的一个技术 所以 MMA是一定要有一个 一个MMA教练 一个head coach 才可以教他很多那些 很细腻的东西 对 你不能中单向的一个教练 去教你的MMA 就行不通 那么你自己 你很喜欢教学的这种工作吗 因为我喜欢分享 对 因为这个 我喜欢分享 就是我有好东西 可以给人家看 你喜欢你可以用 对 所以你目前会有例行的课程 还是说他都是可能就是一记 一次一次一次的 没有没有 我有比较固定 对 一个礼拜一次 这样才两个 两个道馆 对 那是哪两个道馆 如果有 庆祝巴西柔树 我有教小朋友 还有大人 小朋友大人都有 教他们摔 在 Ans Gym 在筑备 又教大人摔 所以 如果 就是对于 这个 摔法的练习 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两个地方 找到你的课程参加 对 庆祝巴西柔树 跟Ans Gym Ans Gym 对 OK 那最后一个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问题 想要请教你 也是一直让我觉得 很好奇 就是 你的中文是什么时候学的 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好 我 我很早就去 去武汉读书 武汉 就在 所以你大学是读武汉 没有 大学是在之内 后面毕业去武汉 武汉读书 对 那时候学中文 中文是去了才学的 不是 去之前有 有学一点点 对 因为我怕我到那里 我不会讲话 我 我 我一直这样讲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第一次跟你 联络的时候 我就是用中文打字 然后你 中文要讲 就已经不容易了 你还能够把这些 中文字记起来 而且你是先去了中国 才来台湾 所以等于说 你的简体和繁体 你都会写 你的打字怎么打 是用罗马拼音吗 没有 因为我 我会写一点简体 繁体 有一些太难了 我不太会写 所以 我 因为我用 我用罗马拼音跟那个 手写 因为你不手写 你不练习手写 你就不会写 对啊 所以我尽量手写 有时候 忘记怎么写 所以我就打拼音 这个忘记怎么写 我跟你讲 现在的台湾人 很多人都会忘记怎么写 因为全部都用住民谱 他在打字 对啊 那我真的写一个文件 赶快拿手机出来 对啊 对对对 很麻烦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 中国字很难写 不过那个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听说你会讲中文 所以我就故意用中文跟你沟通 我记得你好像刚开始 不知道我可以讲英文 没有 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讲中文 但是能写真的是很厉害了 台湾人英文是不错的 所以台湾人 真的吗 对台湾人喜欢用英文 碰到外国人喜欢用英文 对 所以台湾人跟我讲英文 我就跟他讲英文 没关系 对 但是其实很多外国人会说中文 瑞士是不是主要是法语 还是有德语 德语比较多 德语比较多 但是你好像是法语的 但是可能是德语比较多 然后后面是法语 后面再是意大利话 意大利话就更少了 所以你会的语文真的很多种 因为我们读书要学德语 法文德语都要学 英文就第三种了 中文第四种 对 后面可能是高中学英文 我们英文其实很慢在学 这样吗 也是啊 在欧洲国家不重要 就是要去的不屑跟你讲英文的 对啊 OK 那这一期节目就很特殊的来宾 中文部分就简短的聊到这里 等一下的话我们休息一下 还会有第二个小时的英文的内容 我希望能够讲得六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OK 谢谢 各位 本集节目的内容至此告一段落 那么在下半场的英文节目当中呢 我会着重比较多在于 中文格斗的体能架构 以及传统武术的套路练习上 对于格斗类型项目的学习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价值 此外 任飘零和我也更详细的去讨论了 之前我们合作训练的那一段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相当精彩 如果英文听力没有障碍的朋友们 欢迎持续锁定 以上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